網路上免費的影音內容 吸引了不少人來點閱 但您可能不知道 如果觀看的是盜版影音 將可能會觸犯法律 甚至在分享的同時 個人資料也跟著發送出去 上網聽免費音樂 欣賞免費電影 省時又省錢 但您可能不知道 這樣的舉動 已經成為網路盜版的幫兇 其實那樣的網站 那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是完全違法的 但是問題又是設在國外 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的法律的這個效應 是無法到觸及到那邊 根據調查發現 18歲到60歲的台灣人 有70%曾經在網路 觀看未授權的影音內容 有54%的民眾 將非法內容再次分享出去 高達89%都是貪圖免費 就算81%知道 看盜版如同偷竊行為 仍有73%的台灣人 繼續上網觀看侵權影片 業者指出 分享影片的同時 各資也同步外洩 類似像木馬城市那種的 它的主動你一按 假設你今天按的是Lucy 它就把你Lucy再上傳 就傳出去了 傳去哪裡呢 傳去你不曉得的所有的IP 除了隱私外流 更衝擊台灣的文創產業 以音樂來說 在1997年 台灣光市販售CD錄音帶 一年營收就超過150億 賺了華語市場的80% 但這到2013年 加上數位音樂銷售 一年營收卻不到10億元 我們這麼多有才華的 音樂作者 藝人 沒有錢 他怎麼活 10億 台灣的營收只有10億 怎麼養活這些人 因為我們有自由的教育 出來的思想 我們能夠有很好的文創能力 我們可以贏對岸 可是現在因為盜版的關係 不要錢 我們的生產力 我們根本懶得去想事情 拒絕到 面對台灣影視產業逐漸萎縮 台灣影視因各界人士 同台喊話 希望從自己做起 去看網路盜版的侵權影片 也呼籲政府拿出打擊 網路盜版的決心 讓台灣影視產業 再創高峰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英豪 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